江阿姨的孙子今年三岁 6月17号晚上孩子身体不舒服 第二天江阿姨打了一辆滴滴快车 带孩子去看医生 从杭州临平区到浙大儿院滨江院区 江阿姨说 座椅是皮质的 孙子吐出来的基本跟水一样 他把座位擦了一下 但司机提出要洗车才能继续做生意 让他赔偿500块钱 我说我这个要耽误时间了 还要洗车 他说赔你100块钱 我说100块钱不行 我这个洗车要花一部分钱 也要耽误时间 他说这个去洗车 你的土産车里有意味的 我说起伏价别人就是500块 那我就有点激动了 当时就说 我说那500是不可能的 我说你拿个一两百块钱 我会给你的 他说那你不给我 我不会让你下车的呀 江阿姨说 他给儿子打电话 让他帮着处理 他儿子提出赔偿200块钱 司机还是没答应 如果一定要赔500块钱 他们家人想知道其中的依据 实当地补一点 我肯定愿意出 因为洗车50块钱够了 对吧 那我给他200块钱 是不是有了 150块钱 我这里到耳宝 也就是115块钱 是吧 我给他一个小时 你洗车是够不够 那我常常150块钱够不够 够了吧 我很讲道理的 不是 就是一个洗车费 还有这个务工费嘛 你一天的流水能跑多少 现在是五至六百 那洗个车能当务多久 半天 还有那个 除了是那个车上的 一位人家一投诉 我就是没法应允 我要扣分罚款的 我要当务很长时间了 我要洗车 那时候这两天刚刚下雨 我整个也多 我这要当务时间 这个机会很难 那个的 我说跟他写上 他不同意 结果我说你报警 结果就这样的呀 杨师傅后来降到400块钱 江阿姨没有答应 抵达医院门口后 经过民警调节 最后江阿姨支付了150块钱 才带孙子去就医的 经诊断 孩子是急性肠胃炎 现在已经好转 江阿姨认为 孩子生病情况特殊 和醉酒呕吐的性质不一样 我好心把你小孩 送到医院门口 你还揍我 我揍你 我揍你是什么情况 他揍你吗 你真的不怕人家揍 我当时在车上 有没有说 我说你吉利德 也给我送到医院 你就在那里要 要了药就在那里要 有没有要 我问你 你凭自治的你良心说 你听我把我送完 我又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说就是你吐得最厉害 我要你把小孩 给你送到医院 然后其他事情 我们再处理 说过 记者也到洗车行问了问 一般车里发生呕吐后 需要进行室内惊喜 100块钱左右 清洗时间 要比普通洗车久一点 具体要看 脏污的程度 如果比较严重 洗车行 要另外加收50块钱服务费 这一次的情况 滴滴平台的公关人员回复 司机没有偏行 也没有绕路 至于洗车纠纷 不同城市 不同车型 清洗的难易程度 都会造成洗车费用的不同 场景相对复杂 目前更多的建议是 司机和乘客 协商解决问题 平台也会在其中协调 同时也在积极探索 尽可能制定相关标准 腰包黄剑 记者报道 在其中协调 他对了 照 Groß